12年国教第二次免试入学 明天就要开始报名 不过考生今天下午就可以先上网 来查询自己的序位 而因为许多高分的考生 当初第一次免试入学的时候 赞助缺额却不报道 拉高了社区高中的录取门槛 但现在特色招生已经就定位 所以专家预估二免的时候 社区高中的分数就会恢复常态 考生不必再保守选田 可以正常的依照自己的总积分 还有去填符合自己程度跟兴趣的学校 特色招生放榜报名后 全台还有五万名高中考生 没有就定位 等着第二次免试入学分发 4号下午公布0.3的个别序位区间 落点资讯比一免来得精确 专家评估高分低就的状况会减少许多 其实到二免来讲 如果说我在一免能够考到四个A以上 四个A一个B以上的孩子 到二免阶段 他应该序位都还在蛮前面的 他上这些学校的机会就很大 不过二免志愿序一样会扣分 考生田志愿时得对照各校缺额 基北区明星高中 建中只剩一名 北一女已经没有缺额 世大副中男生27名 女生6名 成功高中89名 中山女中37名 前五志愿总计缺额达到436人 预估会考总积分 还是得要有满分90 至于大同 栗山板中等指标型社区高中 预估总积分88 景美和平 内湖 中正等一般型社区高中 缺额更多预估总积分86的学生 都上得了 学生有这样的类群的概念的时候 你在选填资源上 就是要算一下 自己当你把某一个学校 填成地级资源的时候 要算算自己的总积分 有没有在这些学校的安全范围内 最后再填一两个 附近办学不错的实力学校 作为一个备案 而热门高职 像是大安高宫 士林双职 预计总积分82 和部分社区高中的门槛差不多 个别序位区间 查询开放到8月6号 二免报名5号到10号 选天时间短 老师建议学生得好好把握 陆电梯有长黄金台北报道